4月3日 张继科的瓜又添猛料了 先是被曝欠巨额赌债 出卖景田私密视频 接着被曝经常出入赌场 欠债高达几千万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本以为这些瓜就够大了 谁知更大的瓜还在后面 4月3日 一位博主翻出了一个2022年的几千字长文 里面爆料的全是张继科的仇事 再次毁掉了网友的三观 从该长文中可以获知 这位发文的博主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 2016年时 她差点和张继科确定了男女恋爱关系 不料对方却一直在忽悠她 她气不过才怒接张继科一家人的丑态 通过该女士爆料的内容可以获知 一 张继科在爆红时期 除了接洽综艺圈前之外 还自创了奶茶和酸辣粉品牌 并以此来劝加盟商的钱 第二 张继科还会经常卖一些自我周边产品 以此来欺骗女粉丝 几毛钱的东西卖上百块 第三 张继科的父亲张传明非常狂妄自大 认为张继科的商业价值比任何的乒乓球运动员都高 因此经常漫天要嫁 第四 除此之外 这对父子还会坐地起嫁 临时回约 招致了很多商业品牌的反感 第五 张继科超级自大 经常在北京武汉各地骗女人前 骗女人上床还以为 女人能和她睡觉是对她们的恩惠 简直是恶心至极 第六 据悉张继科对所有女士都一毛不拔 唯独对一位叫做曹斐然的女明星出手阔绰 还曾花公款带着曹斐然去各处旅行 第七 张继科利用个人创立的品牌圈加盟商等前 黑料被曝光之后 是相关部门为了保她 进而删除了这些黑料 所以大众才不知道 第八 这位女士的所有电子产品都被张继科用黑客手段监控 女士投诉六年无门 精神一度崩溃 张继科多年来是独成性 银行有大量的境内外资金往来 基本都是为了赌博 第十 二零一九年和景田分手之后 张继科更是频繁地去往澳门 还在当地找外围女 嫖娼 约炮 人品简直烂到了家 第十一 张继科爆红之后 经常和一些网红 外围女 女明星们联系 大多都是炮友关系 只是短期的恋爱陪伴 第十二 因为这位女士不同意和张继科改善老张家的基因 张继科便四处抹黑她 甚至雇人用一些下作的手段威胁这位女士 这位爆料张继科的女士 一看就是一位知识分子 在描述张继科时连续用了很多精妙的文字 为人的阴毒 做事的下流 手段的下贱 语言的刻薄 内心的歹意 算计的鸡贼 表演的虚伪 都远超你的想象 从这位女士的自理行间中 可以看出她对张继科父子的恨意 以及她对现今生活环境的无助 为了揭穿张继科父子的真面目 这位女士自2016年开始 四处发声 要么被删帖 要么被消耗 一直是求助无门 她爆料的这些消息 还是在2022年时 她对一位微博博主的倾诉 谁看了都触目惊心 身上披着优质明星 世界冠军的外衣 私下里却是大肆圈钱 约炮 赌博 出卖前女友的照片 实在是恶劣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 4月3日 张继科的友人回复说 她之所以不回应 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上 对于这个解释 网友压根不买账 纷纷认为她是做贼心虚 她早年的一些恶劣行为也被爆了出来 比如有一次张继科直播时 竟然开着镜头去上厕所 竟然没有露出身体部位 但是她小便的声音却被粉丝们听得一惊二楚 素质低到让人发指 可是喜欢她的那些女粉丝们却纷纷表示自己馋了 让路人们恶心至极 除了出卖景田的私密视频 欺骗了景田几千万之外 张继科还和娱乐圈以及体育圈的几十位朋友借钱 大多都是有借无还 想当年她和刘诗文谈恋爱 两个人分手时 网上很多人骂刘诗文没眼光 放弃了这么好的男孩子 殊不知 那时的刘诗文就看清了 张继科 适度成性 死性不改 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 所以才选择了离开 没想到景田竟然被蒙蔽了双眼 最后栽到了渣男的手中 现今景田一方还没有回应 但是看景田早前的一段采访可以知道 她在2019年时确实碰到了一件大事 导致精神差点崩溃 而张继科一方 除了会发律师函装傻之外 也没有任何有利的辩白 人设崩塌在所难免 4月3日 安踏 以其大众等多个品牌 已经全部官宣了和张继科解约 预估后续还有很多品牌要和她撇清关系 这边欠着大笔的赌债 那边却没有了赚钱能力 张继科他老爹还希望他能找个优质的好媳妇 这下全部完蛋了 真是活该 风口浪尖的张继科 最后一点遮羞布也不剩了 仿佛一夜之间 张继科完成了形象到商业价值的全面倒塌 合作将近十年的安踏终止和她的所有合作 而她曾代言过的舒夫家 仪器丰田等品牌的官博 她已经检索不到任何相关的内容 2012年在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以后 张继科乘着体育明星偶像化的东风 一脚踏进娱乐圈 在鲜花簇拥址最金迷的世界里飞了十年 获得了前辈队友都不曾获得了人气和流量 今天很多人都在扒她以前的争议表现 试图证明一切早就有预兆 但是 回顾张继科的娱乐圈闯荡时 更像是在沉浸式体验一个体育巨星如何被神化 又是如何以不堪方式跌落的 天才冠军的称号曾是她得以回避 外界苛刻审视的护身符 只不过免死金牌也有次数限制 对于张继科而言 这次恐怕甩到头了 冠军附身扶碎了 这次张继科因为赌博争议被外人潮 有人说冠军光环不能再成为遮羞布 但倒不如说 是她这个人身上的光环已经开始暗淡 一是随着张继科在娱乐圈里越走越深 她身上的运动员标签也越来越不清晰 这块曾经能够美化任何缺点的免死金牌 开始逐渐失效 二是在里约奥运会之后 她基本已经在赛场上半退瘾 尽管到现在也没正式宣布退役 但是已经从天才冠军逐渐变成了娱乐圈普普通通的一咖 于是在这两年 张继科的口碑已经开始出现了摇摆 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负面新闻里 2021年 有网友称自己加盟了张继科联合创立的耐茶品牌 猴子的救兵 但是该品牌存在虚假宣传 使得自己损失了近5万元 后来公司实控人表示张继科并非联合创始人 而是代言人 但是也有人指出 张继科曾经发微博为这个奶茶品牌宣传 用的是体育人创业的字眼 于是被认为是类似明星挂火火锅电视的合作 在这次本来没有出圈的法律纠纷出现之前 张继科其实还是大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继续做没落但是有钱可赚 有粉丝追逐的偶像 但是总有些事不会轻易地逃脱举国的注目 正如这注目的力量也曾经让他 让不止一个他享受最狂热的崇拜 用荣誉豁免其他所有 法律和道德撕开遮羞布 才露出一个人的人性弱点如此的经不起审视 回看造势的过程也是如此畸形 从到万众注目的冠军 到被粉丝包围的偶像 到如今人人鄙夷 张继科曾经一场一场比赛打出来的冠军光环 在大众的追捧中曾经燃烧到极致 照得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头晕目眩 最后留给他的弘历也就只剩下这么多了